粉丝为白露身着红色薄如纸的裙子感到兴奋 与男主一同展现深情时令人心动 白露和他即将上演的百月繁星剧集引起了 粉丝和媒体的浓厚兴趣 白露此前因在《周生如歌》和《长月金明》中扮演下十一 而赢得了名气 现在他将在一部新作中展示他的表演才华 关于他外貌的变化的讨论很引人入胜 提到高清摄像机凸显缺陷并增加视觉分量 揭示了演员在保持特定形象方面面临的挑战 白露为时装剧瘦身的变化明显 引发了粉丝对于他是否为了更加传统的外貌 而牺牲了自己独特身份的质疑 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讨论演员为了角色而付出的努力可能 如何影响他们的公众形象 来自百月繁星的预告片表明着 是一部视觉上令人着迷的作品 白露与男主演奥瑞鹏之间的化学反应 尽管存在视觉差异 却被赞誉为一场视觉盛宴 有限的宣传材料为这部剧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让粉丝迫切期待更多剧情和角色关系的预告 改编自行零小说的剧情概述 承诺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将爱情和艰辛与神明交织在一起 白露的表演技巧预计将为白硕这个角色增色不少 为整个故事叙述增添深度 独特的服装和角色设计在古装剧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百月繁星似乎也不例外 提到白硕的腰衣换起了复古的感觉 与宝莲灯中的角色进行比较增加了一些趣味 此外 关于奥瑞鹏的表演以及与王鹤地在《苍蓝爵》中角色 相似之处的讨论 为剧集增添了更多期待 粉丝对于白露红衣亮相的兴奋 以及对于男主的着迷表明了高度的期待 该帖鼓励读者分享 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剧集的期望 促进了粉丝之间的社群互动和讨论 总体而言 百月繁星似乎注定会产生重要影响 其周边活动正在创造出一种 充满期待和好奇心的活跃氛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